一進入會場 市長蔣萬安便與里長們熱情的握手打招呼 緊接著開始進行座談 蔣萬安感謝里長們的建議與提案 表示對於可以做的一定會馬上來解決 並舉例去年大同區里長所提的幾個案子 里長們的提案他都非常關心 也都會持續追蹤相關進度 我還記得去年我們各位里長有些提案 包括老師李 我們徐公平里長 當時有提敦華碼頭的改造 所以也跟大同區各位里長報告 我們已經規劃而且啟動 就是整個淡水沿岸的改造工程 我想未來對於大同區 整體的發展是絕對有正面的效果 這是很困難 因為接下來會面對很多要跟地方各團體的溝通 但是我認為對的事情就要堅持 所以這個已經啟動 還有我們學長有年也有 說大同國小 校舍改建然後要停車場 今年我們就會完成相關的委託設計的採購 就會啟動 還有影會里長一層關心 迪化街二段146鄉那邊的拖寬 我們就會把它納入在優先的開發裡面 所以里長們的提案我都非常關心 也都會持續追蹤相關的進度 那今天各位里長也有提出很多的案子 包含很多包括觀光的希望帶動更多的人潮 整體商圈的意向改造 還有關心都市更新的 還有交通道路的路行改善啊等等很多 這樣我們都可以充分的來討論交換意見 那包括王振宇里長有提到華音街 未來希望改成雙項 我們會前我都有仔細看 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另外還有包括幾個里長有提 鄭景泰里長 有提到這個育泉公園這個跨體 他可能並不是很了解我們整體 對於淡水沿岸整改造工程 他擔心整體的效益啊等等 那我們最後都會有說明 其實我們這個是有相關的配套 這都沒有問題 這次要爭取一個這個里民活動的空間 我們等一下討論 像如果空間的範圍是允許的話 當然在未來整體設改建 可以放進去 盡量來幫忙沒有問題 所以我要再次的感謝我們大同區的里長 第一線協助民眾解決問題 會議中建民里里長王振宇提出 華音街部分路段開放雙向通行案 經交通局交工處新工處大同分局研議分析 蔣灣才是未來會依照里長建議改為雙向 之前考量到的是因為整棟一般事務所的辦公大樓的出入口 全部在華音街 華音街本來是單行道 所以將來出來的車輛 勢必會毀堵在華音街跟太原路上 那華音街這一側我自己以前量 我以為是六米 那實際上後來我有請交通機師的事務所 他們專門去量過 我有八米寬 那這段華音街有八米寬的寬度 所以我可以規劃一側是 原來的由東向西維持四米五 那另外一側出口這邊轉出來之後可以維持三米五 那我也請黃翔建設這邊 他們會做好路型的規劃設計 這個圖說出來之後 我會再交給交工處 交工處看過圖 圖樣確定沒有問題 標線的部分 標線的部分就會委由黃翔建設 包括我的彩繪的路面要全部一併做完 那交工處長官也承諾說 就是在號制跟標誌的部分 當然將來也會一併做改善 蔣灣進一步表示 未來淡水河岸的改造工程即將啟動 並透過影片 向里長們進一步說明未來規劃 除了讓里長了解 也幫助市府跟民眾做好溝通與對話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